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增加市民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满足感 济南市第12届书香全城全民阅读节 推出一系列全民阅读服务创新举措 4月20日 济南市举行第12届书香全城全民阅读节媒体推介会 书香全城全民阅读节自2011年创立以来已成功举办11届 是目前济南市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广泛的综合性群众读书文化活动 本届阅读节围绕阅读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这一主题 结合实际组织实施2022年全民阅读提升工程 多措并举 多轮驱动 精创载体 搭建平台 全年将开展一百余项 一千多场阅读推广活动 我们将聚焦书香全城品牌建设 不明联动 共建共享爱乐制度 在推介会上 为了配合书香全城系列活动的开展 营造浓厚的城市阅读氛围 济南市文理局着重推出了四大全民阅读服务提升亮点行动 全民阅读免费数字阅读行动 市民建书图书馆采购行动 全城共读一小时公益行动 以及读者图书借阅权限提升行动 我们这次第十二届全民阅读节 第一个就是建书活动 那么我们就济南市图书馆拿出300万元的购出经费 把新出的目录书单通过网络平台的形式 推送给我们广大的济南市民朋友 大家可以通过平台点击喜欢看的图书 并推荐给我们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全民阅读数字服务活动 让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通过扫码 零门槛享受阅读服务 我们这个小程序里面有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需要注册 不需要输入手机号码等等 一切繁琐的程序 只要点击小程序 直接跳进转入的就是我们的阅读界面 一本本热门的图书会呈现在大家面前 本次推介会还宣布 自4月23日起 市图书馆个人借书证 由原来最多可借三本书 借期30天 提升借阅权限制 每证可借书刊六册 借期60天 家庭借书证 由原来每证最多可借十本书 借期30天 增加制可借20册 借期60天